蝦子放上烤網直直作響 冒出陣陣白煙 中秋節剩不到一個月 烤肉早已是標配 但其中還有學問 趕快拿回去再烤一下 燒烤海鮮不容易 一不小心就過熟 甚至烤焦 肉質變得硬芳芳 該怎麼烤得恰到好處 專業的爆火力栽 他吃部分的話 就是兩面烤到金黃色 就可以吃了 對 只要有一點出水 這樣子吃起來比較juicy一點 鯨魚的部分 他的話油脂比較豐富 所以會建議民眾就是 可以把皮先下 讓他油脂釋放出來一點 就比較不會沾網子 烤干貝可以用鐵盤或洗薄荷 加一點奶油 等干貝底部三分之一 轉白後翻面 只剩中間三分之一是生的 就可以吃 蟹角其中一面烤到變紅翻面 從斷面觀察 烤到蟹肉透明轉白 持續冒泡滴水就可以 而大家最常吃的蝦子 烤到紅色 從底部高到二分之一就翻面 等到蝦子變成數字七的形狀 切記烤過頭變成六 最後再烤腹部跟背部 調味好的食材 裝在鋁箔盒裡放上火爐 只要一邊攪拌翻面 就不用擔心會烤焦 記下口訣 善用器具就能成為 零失敗的烤海鮮打人 相機新聞 宇宙宇宙 小王一台貝 蔡兜島 爹 您可以簡單英文 тех倫敦者